我们现在就被柯文哲的案子吸引 可是更正关键是 乌克兰这一个礼拜 已经成果封硕 他居然已经拿下了 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甚至刚刚讲 有一个俄罗斯的指挥官 在接受俄罗斯访问的时候 居然哭出来了 他说他碰到了乌克兰的军队 真的吓死了 他说那是一个不同世代的战争 的确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这是发生在乌克兰 今天上午的时候 正值上班尖峰 交通尖峰的时间 就看到了竟然听见 听见了防空警报声 还有炮弹爆炸的声响 结果又像开战之处一样 所有人躲进了基辅地铁站避难 事实上乌克兰在26号这一天 很不平静 凌晨的时候才遭到无人机袭击 没想到大白天 也遇到同样的情况 根据乌军说法这一波攻击 俄罗斯是出动了 11架的图95战略轰炸机 另外还包含了导弹 还有无人机的攻击 其中在西北部这一边 有公寓受到的攻击之后 发生了这个爆炸的情况 造成总共有三人受伤 等于一天之内 俄军是对乌克兰的 多处地点发动攻势 那么当然让乌军是 相当的吃不消 不说到无人机 乌克兰这一边 也有新型的武器研发 当然就是要来立抗俄罗斯 这武器的名字非常有意思 它叫做圆面包 为什么会用这个名词呢 事实上这个字在同属斯拉夫女系的 俄罗斯跟乌克兰 它发音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其实乌克兰都会透过 这个单字的发音来辨别 你是不是俄罗斯的间谍 好 这个圆面包无人机飞弹 它其实结合无人机 还有飞弹的一个作战效益 那么当然泽伦斯基 并没有公开相关的细节 但强调这样的武器 将会直接打击到俄罗斯的军事基地 那么当然这也是乌克兰现在战事上的秘密武器 对 当这个乌克兰真的打进去俄罗斯的库斯克之后 现在来讲可以说是四个字 四如破竹 已经有76个聚落 然后整个空间已经达到了1000平方公里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俄罗斯来讲的话 它去年打了一年的战果 人家一个礼拜就处理掉 处理掉之后 现在来讲的话 俄罗斯来讲的话 是不是要跟这轮司机来讨论 因为这个东西来说 恐怕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 因为库斯克在这个地方 旁边也是俄罗斯的领土 但是旁边官方已经告诉大家 赶快走吧 为什么要撤离 因为库斯克那时候 被坦克兰杀进去之后 来不及走了 很多的居民都跃身载道 但现在来讲的话 你旁边的州也叫你走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这个仗打不下去了 我必须要再把空间拉大 不拉大的话 恐怕马上的话 这个战争的话 就会干扰到其他的平衡 所以你说已经不是在库斯克了 已经从整个库斯克蔓延出去了 对 蔓延出去了 然后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库斯克里面有个重要的 一个军事要地 叫做苏甲 苏甲这个地方 已经被乌克兰的军队给占领 乌克兰军队占领之后 这个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天然气场 对 在这个地方天然气场 这个苏甲这个地方 如果你在把风暴之影 开了绿灯 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说我可不可以在俄罗斯的土地 发射西方的武器 攻击俄罗斯 如果这个东西是可以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风暴之影你不要真诚 你一般的就是100米 100英里 100英里大概是160公里 那160公里的话 那你这个范围 是不是到处都可以去打 你整个俄罗斯 已经进入到了战争的一个阴影里面了 都在射程范围内 对 都在射程范围内 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 俄罗斯已经进入到了 战争的一个阴影里面了 都在射程范围内 对 都在射程范围内 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 现在来讲 俄罗斯到底还打不打得进去 最近出现了一件事情 因为库斯克已经被乌克兰打进去 乌克兰打进去之后 这个记者是他们官方媒体的记者 去做了一个stay 告诉大家 不用担心我们俄罗斯军队 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要从这边开始反攻库斯克 他竟然在军营的外面 做了一个stay 然后马上 海马斯就把他打烂了 这个画面 讲完之后不到一个小时 他后面的军营被炸了 后面的军营就被炸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俄罗斯真的是一团乱 如果你真的要反击的话 恐怕没有办法 那么快有办法 有这个活力 所以俄乌战争出现了微妙变化了 微妙变化 现在来讲的话 乌克兰来说的话 真的是势如破组 现在看哪里打哪里 乌克兰来讲的话 其实慢慢挺进 慢慢挺进 普丁应该是戳了一旦 所以本来以为我是游击战 我打带跑只是袭扰破坏 就没有想到 他现在已经稳住库斯科 对 现在来讲 在库斯科来讲 他已经所有的东西 已经76个聚落 这聚落下去之后 以此为中心 继续的扩散 要打到更深入的 俄罗斯这个民主 欢迎去看关键的时刻 日本首相爱天文兄 明天要带50个企业家 到哪里 到中亚五国 可是没有想到 这样一个动作 引发了俄罗斯 非常大的一个反弹 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萨卡洛娃居然这么讲 他说你来根本是为了经济 你根本就是为了政治 为什么现在俄罗斯 对这件事情这么敏感 因为现在中亚五国 离俄罗斯可以说是 越来越远了 我们知道中亚五国过去 是日俄罗斯的后花园 过去一直受到俄罗斯的保护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因为俄罗斯战争的关系 现在俄罗斯的国力 根本被人家看穿 看穿了以后 现在跟中亚开始 进行戒远 进行戒远之后 美国的力量就进来了 日本的力量就进来了 现在日本跟美国 都要搞一个航道 而这个航道 让中亚五国再离开 这个区域的时候 不管是你的油管 油管 或是你的空中的 飞行的路线 都跟中国跟俄罗斯 没有关系 而现在俄罗斯真的是 穆哈宾转导会 他从来没有想到说 他的国境 竟然被人家侵入 现在乌克兰 俄乌战争的战场 已经不只有在乌克兰了 现在乌克兰 一个千人的部队 竟然打进了库斯科 打进了俄罗斯的境内 这个对普丁来讲 当然是奇耻大陆 现在全世界也都在观察 现在这样的一个动作 到底是为了 未来的和谈做准备 还是一场更大的冲突 即将展开呢 我们看到Android HK 报道的是岸田文雄 明天要带50个日本的企业家 进到了中亚 而这个动作居然引发了 俄罗斯的强烈反弹 强烈的抗议 你说这已经踩到 俄罗斯利益的痛角 因为现在本来中亚 是受到俄罗斯保护的 中亚以前是俄罗斯的小老弟 现在已经被美国 被日本入侵了 好 宝剑 实际上明天岸田文雄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行程 他准备要到中亚去访问 但是被中亚访问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俄罗斯发业 这个外交部发业 居然抨击他 那为什么抨击他 很简单 我觉得你知道 现在俄罗斯是多线火灾 多线 他目前为止来说 他的中亚五小国 搞不好被端掉 反正中亚五小国在过去 当时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所以他们独立之外 他们其实都跟俄罗斯 关系非常好 但是因为跟俄罗斯 关系非常好的时候 这几年俄罗斯 不是力量弱了吗 力量弱了谁先进来 中国先拉拢这五个国家 其实俄罗斯的影响力 已经大不无限了 就现在不是只有中国要来 现在连日本都要来 美国都要来 为什么他们就要削弱你 中国跟俄罗斯 在中亚五国目前的这个力量 对 那尤其是日本 日本 刚刚讲到了 现在俄罗斯刚刚讲 你从哈萨克 吉尔吉斯 乌斯别克 塔吉克 以及土古拜 如果这个中亚五国 被我控制的话 刚刚讲 我要进到黑海 我要进到的利害 这个地方我完全可以掌控 这里刚刚讲的油园的这个路权 我可以掌控这边的航道 但你都没有想到 当日本进来了 美国进来了以后 它的油管 它的航道 要远离中国跟俄罗斯 对 好 那为什么日本要进来 抱歉 就是日本这一次 岸田乌雄来了 他准备要到哈萨克去 哈萨克要办一个什么 中亚加日本 就是说中亚五个小国 这个哈萨克 乌斯别克 吉尔吉斯 塔库曼 还有这个塔吉克 跟我们日本的合作计划 然后合作计划开完之后 我还要去拜访乌斯别克 然后再到蒙古国去 然后这次有50个企业家来 50个企业家要做什么呢 他说因为这些地方 都要发展太阳能 电力的这些基础建设 我会跟你合作 还有金融的互相合作 我会跟你合作 然后另外我要建立一个 排除中日之间的 我们未来的 就是所谓航道的合作 排除中二 你看他就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吉尔吉斯 然后这个乌斯别克 然后透过这边 然后绕过这个中亚的国家 然后到土耳其 要么就到欧洲去 这个航道就是要排除俄罗斯 跟排除中国 所以这个当然是美国 也乐意看到 日本来了 然后美国 我们美国有油管 所以现在等于是用经济利益 在让这些中亚国家 能够出现一个 导向这个俄罗斯以外的国家 所以你说以前 中亚五国要离开这个国家 或者跟欧洲接触的话 你要进到俄罗斯 你要进到俄罗斯的领导 就代表 你是在俄罗斯的眼皮底下 就没有想到 我现在要慢慢脱离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的外交部翻译 为什么老实讲 你看日本正尝试 进入数千公里之外的中亚 但不是为了经济第一 他说什么 因为日本试图向中亚国家 脱入西方的意识形态 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 这种意识形态是具有反俄罗斯 还有反中国的含义 所以他就说 对 你就是反中国跟反俄罗斯 他就直接把他定义的这样 你来 就是反俄罗斯跟反中国 所以人家去跟那些国家开会 干你什么事 你为什么马上就定义成反中国 反俄罗斯 可是中亚被敲走也很严重吗 如果中亚跟日本跟美国交好 对俄罗斯来讲 竟然会造成重大伤害吗 而且我跟他讲 中亚如果真的被敲走的时候 不只对俄罗斯伤害 对中国也是非常大的伤害 因为中亚这几个国家 他要嘛就是在俄罗斯的境内 你看目前为止 乌克兰这边已经开始告急 我在这边再弄进来 俄罗斯被前后夹击 中国也是一样 中国把中亚雇得牢牢 就是不希望后面还有人来捅我 就假设如果真的这个势力 被中国跟 被这个日本跟这个美国进来之后 对这两个国家 是压力三大的一个情形 因为你刚才讲 如果今天哈萨克 吉尔吉斯 乌兹别克今天被敲手之后 刚才讲 现在对中国来讲 最头疼的问题是新疆问题 没错 如果我现在新疆问题 是因为我稳住了哈萨克 稳住了吉尔吉斯 所以我还可以撑得住 如果哈萨克 吉尔吉斯 跟乌兹别克 你们倒向新疆 我就完蛋了 东突厥运动再起 也说能够对中国影响多大 同样对俄罗斯也是一样 他的后院绝对不能够再失火 所以这个当然非常 所以你就知道说 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国际 包括说像美国跟日本 都用什么方式 都用所谓经济利益 那为什么用经济利益来 保险跟你讲 过去一段时间 俄罗斯的确是给这些中央五国 非常大的经济的资助 经济的包括说给你资源 给你帮忙 可是问题是现在俄罗斯的经济 本身都遥遥遇 他根本就不可能 不可能说那怎么办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就是这个50个巨头 50个商人跟岸田一起 过去来说 当然就是要用 透过经济的力量 如同他们在东南亚做 而且日本这一次 他认为我在中亚五国做更好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东南亚 东南亚有些国家被日本占领过 他们可能有些民族情绪之类 东亚五国没有 他们就是向前看 你只要给钱我们就愿意 所以这五个国家 而且这五个国家里面来说话 包括说像查萨克有石油 包括说他们有非常多的 这个里面有很多矿产 这个也是日本需要的 所以这个等于是 日本这次来之后 不但可以巩固我的矿产 我还给你投资 我还带钱给你 那当然这五个国家 这次或很多或少会表达 对日本友好的这个态度 而且你讲说 中亚五国过去导向俄罗斯 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安全因素 因为中亚五国过去的安全保障 是透过俄罗斯 一个事件的强选 就像哈萨克之前内乱的时候 谁帮他平定的 俄罗斯平定的 可你没有想到 既然在俄乌战争的时候 俄罗斯被人家看不过手下 原来二次武器 碰到了北约的武器 碰到了美制度的武器 完全英雄无用武之地 而今天更可怕的是 乌克兰的军队 以前俄罗斯完全看不起乌克兰 现在乌克兰居然已经 连华尔街日报都讲 现在乌克兰军队 已经跨越边境的行动 让俄罗斯感到意外了 对 没错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来说 俄罗斯真的是 这个莫名转难会 为什么莫名转难会 我跟他讲 第一个 目前为止来说 库斯克在这个地方 这是乌克兰境内 这是俄罗斯境内 库斯克境内 保险你知道 今天的话 终于有这个坦克车 进到这个地方 而且这个坦克车 是乌克兰的坦克车 我跟大家讲 他们就当地就说 这是1941年纳粹入侵以来 再一次有外国坦克车 开进库斯克 所以他们完全下呆了 你说这么多年 没有外力入侵过 下呆的时候 现在俄罗斯怎么办 俄罗斯只能够做 因为他打不过他们 他们现在只能说 我拨款两亿美金 紧急拨款 然后把这些人员 全部疏散走 所以现在只能用这种方式 不能打 不能打 没办法 主力部队不在这里 主力部队都在乌东 不在这里 这边没有什么主力部队 所以现在只能够先动员 让人先离开好了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为什么我说 俄罗斯的这个莫名专导会 他之前不是飞到伊朗 去跟伊朗说 你敢打 就伊朗现在 伊朗总统跟哈美尼说 我们不要打 所以你才来叫他打 然后武器给他之后 他马上就跟哈美尼说 我不要打 所以现在伊朗不打以色列 所以伊朗也不听俄罗斯的 对 他不听你 而且他给你 这个武器骗到手之后 他就跟你说 我不要打 另外什么 我不想讲 中亚五国不是辩解吗 还有另外一个是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过去一段时间 他也是前俄罗斯 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他们有加入个 集体安全组织 所以他现在说 我要退出集体安全组织 我要跟美国军演 集体安全组织 这是前苏联时代 一个所谓安全组织 就现在你要浪杠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要跟美国军演 那是什么意思 所以告诉你 俄罗斯现在 他所有周边的国家 现在似乎是都 完全要叛变的一个情形 而且现在刚刚讲到的 乌克兰冲进了库斯科以后 库斯科现在 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 对 没错 事实上这几天的 这个部队来说的话 大概乌克兰派了 大概1000名左右的部队 然后就开始往前推进 往前推进 目前为止大概约莫已经 往前推进最深入来说 距离二物边境 已经有15公里以上 而且他已经占领了 约莫300多平方公里 大概约莫是1.3个 台北市的这个大小 那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俄罗斯很生气 普丁马上跟格拉西诺夫开会 结果没想到格拉西诺夫跟他说 我们已经击退了相关的人员 结果普丁不相信 他一脸就是很 很戳二的样子 而且很生气 赶快你要给我解决 所以我才说他拨了两亿 两亿是怎样 把人撤出 赶走 我们挡住了乌克兰的攻击 对好 那我们就讲 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已经往前攻击进去了 所以现在在库斯科 很多地方来说 到处都有所谓的战火的出现 你看就是很多房屋被焚烧的地方 我就说库斯科人就说 1941年之后没有经历过这样 所以这种恐怖感 在库斯科开始蔓延 所以他现在这个普丁能做的时候 你不要看到这些 把人撤走就好了 那你看 真的很多房子就被摧毁了一个状况 就是你怎么对付乌克兰 我现在就怎么对付你 我就把你的房子也把你打掉 又把你房子摧毁了这个状况 那你讲 前线俄罗斯部队不是没有部队在 有 这一开始的人 原本是这个所谓这个车臣部队 车臣 车臣部队浪杠 全面的车臣部队跑了 可是车臣不是号称 是全世界最凶狠的傭兵吗 对 凶狠 但是他们跑了比谁都快 他们跑走了 就后来第二线是俄罗斯部队 就俄罗斯部队怎么样 你看到 他看到乌克兰的部队之后 马上就投降 马上投降之后 而且他们是自动 自动就投降了 就投降 而且他们是带队 你看他们是带队 你说这些都是投降的 对 他们是带队 举白旗 对 成群结队就说 我们投降 我们不要再打了 这样一个状况 第一个拿白旗 所以我跟你说 为什么普丁要让这些人走 因为他知道 如果这个再打进去的话 搞不好他们长驱直路的 非常远的一个状况 好 那现在攻进 库斯科的是 这个非常强的部队吗 保洁 他们要到第22独立机械旅 好 那我们讲 第22独立机械旅 保洁那这些士兵 是什么时候来的吗 今年的5月 也就是他现在才受训 两个多月的时间点 你看他们是 他们的新兵的时候 这是他们新兵训练的照片 他们在这个所谓基地附近 进行什么 野战演习 射击演习 还有战斗演习 那他们这些都是 完全都是 有些是志愿来的 那有些甚至还是 这个原本有当过兵 然后回来当兵的 平均年龄40岁 所以等于是他们是散兵 就是没有什么战斗力 的这个兵队 结果没想 部队这样的兵哥 40岁 40岁在被等于说 征召过来打兵 在打仗的 没有 他们是志愿参加 就是说我愿意替国家打仗 所以可能里面有类似 像我这样已经50岁 然后还有20 30岁 所以平均起来是40岁 然后后来 因为接受了非常多的武器 包括说给他们这个 机械化的这个坦克车 然后给他们一些 不知道怎么作战 这个所谓独人军 无人机这样 好 那就训练两个月之后 好 那就这样去打了 就没想到两个月的训练之后 就去打了 打了之后就没想到 现在打到这个目前为止 打到连普丁都在 克林姆林公生气啊 所以跟你讲 目前为止的这个战场 的确是有点点风云变色 在整个这个平地上面的 这个作战里面来说 反正你过去的战场 不是只有 只在俄罗乌克兰战场里面 我现在也要打到 俄罗斯境内的一个情形 而且普丁看到美国的立场 他更吓死了 因为美国开绿灯了 对 没错 人家就问说 这个攻击的 这个所谓动作来说 有没有智慧美国 结果美国说什么 乌克兰如何展开军事行动 决定是乌克兰做的决定 然后这个科比就说 我们对他们 我们只有跟他讨论过 那最后来说 美国需要专注这个乌克兰 不需要什么来保护自己 所以他意思是说 我还会继续给他武器 那至于说他怎么打 那是他家的事 但是我跟我们讨论过 所以告诉你什么 美国已经开绿灯 如果你要怎么打就怎么打 尤其在现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说话 如果能够让普丁越不安的话 就是美国希望看到的一个 好 说 昨天我们还认为说 今天乌克兰的部队 一千个人进去到了库斯克 库斯克只是小打小闹 只是洗脑破坏 打完了以后 打代跑就好了 因为以乌克兰的军力 以乌克兰的人力 他是不可能在俄罗斯 占领任何土地的 结果今天状况完全不一样 昨天不是一千人吗 对 今天变两千人了 今天不但一千人变两千人 而且周边的利佩斯克 比尔哥罗的全部进行大规模轰炸 那我们讲说 你只有在乌东的背后吗 没有 竟然南边的克里米亚 还有赫尔州 都传出爆炸声乐 而且1941年以来 俄罗斯第一次本土被入侵 这个普丁当然非常生气 他说这种大挑衅 他当然知道 普丁生气了 对 他当然知道 这不是乌克兰对他的挑衅 这是美国跟乌克兰对他的挑衅 美国 对 为什么 这是美国干的 老姐 我跟你讲 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 乌克兰的军队 好像如有神助 为什么 因为美国给他开绿灯了 你要的武器 我本来就已经给你 F-16我也给你 你要这个海马斯 我也给你 你要ATACMS 陆军导弹系统 我也给你 可是问题是 美国过去都说 你不要打到俄罗斯的本土 他现在的态度就是 反正这是乌克兰自己决定的 我们给乌克兰方面 自己去决定 他们要攻击的目标 所以简单的 就是美国开绿灯 那你既然美国开绿灯的话 那乌克兰科技什么 我当然就直接开打了 而且我听了以后吓死是 如果我的海马斯可以 飞越俄乌边境 如果我的ATACMS 可以打到了俄罗斯的本土 那F-16呢 F-16是不是可以飞进去 当然可以飞进去 所以我都跟你讲 美国开绿灯 所以普丁当然知道 这个背后来说 是乌克兰跟美国 两个对我的挑衅 好那乌克兰现在呢 我就跟你讲 乌克兰的战法 或许会让普丁 更加的摸不着头绪 怎么样摸不着头绪 好 第一个时间来说 库什哥打进来 照理说 你好像 你不可能打库什哥 可能问题是 你人越来越多 而且你不止人越来越多 保险 他这时候还故意轰炸 包括说别尔格罗德 然后包括利斯佩克 这个利佩兹克这个地方 他们的空军基地 还有很多地方发生爆炸 这在库什哥旁边 难道你要打进去吗 但是问题是 你又有另外一边 保险 赫兰也发生了 这个攻击 另外一个 克里米亚也发生攻击 到底是你是要打库什哥 还是你真正的主力部队 要进入克里米亚 这个让俄罗斯摸不吵头绪 所以他认为 你到底现在是打法是怎么样 你不只是五路干扰我 而且你还有迷宗战法 所以现在的 这个泽伦斯基就开始讲 他们讲话不一样 俄罗斯打这个战争 再进我们的领土 现在我们应该感受一下 他们自己到底干了什么 所以现在 这个连泽伦斯基说话 都变得比较昂声 比较大声 所以看起来的话 这个战争 有可能会在最近一段时间 会出现一个逆转的情形 也不一定 好 刚刚讲的是 昨天我们讲到 现在乌克兰的部队 地面部队已经进到了库斯克 库斯克以后 你想说那个只是在 这个作为一个所谓的席绕 没有想到 今天更重要的是 刚刚讲到 你今天是打到了利佩斯克 利佩斯克是一个 俄罗斯非常重要的空军基地 还有刚刚讲的 你打到别尔戈勒多 别尔戈勒多我们讲的 你不管要打哈尔科夫 或是你要打顿巴斯地方 别尔戈勒多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后勤基地 因为它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交通要充 就没有想到 都已经在乌克兰的射程范围内 对 没错 好 抱歉 事实上这个利佩斯克这个地方 利佩斯克这个地方抱歉 那它距离边境有330公里 所以你要说 到底是什么东西去洗澡它 因为第一个时间你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利佩斯克 他们目前为止 所有空军基地 在那边燃烧的一个状况 你炸烂了 对 火药库发生爆炸 那甚至他们晚上的时候 就整个夜空 都响起了这个爆炸声音 那为什么这样 而且这个地方是他们 非常重要一个空军基地 这里面有什么 有苏34 有苏25 然后苏57 还有米格29 在这边 这等于是非常 这个等于是简单来说 它是用来攻击乌克兰前行 一个非常重要的空军基地 虽然它现在也被人家洗脑了 而且它距离俄罗斯 莫斯科也蛮近的 所以等于是说 它打到这个地方 不只是我要打掉你的 后面的空房的这个部分 我还靠近莫斯科 所以对你的讲话 当然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你看五角大厦已经 开绿灯 这是他们的五角大厦的说明书 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它说乌克兰当然可以使用 海马式和ATACMS的战术飞弹 或任何供应武器 攻击俄罗斯 库斯科地区在内的任何一个 恶军目标 可是他以前不是讲吗 我给你的武器 你千万不可以飞越俄乌边际吗 高姐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叫你冲了啦 冲了啦 叫你冲了 就是这个是怎样 可怕 这个跟着之前 这个俄罗斯的官方去跟伊朗说 你冲吧 给你武器你就冲吧 你要打什么打什么 现在是美国 叫你冲了啦 往前冲就对了 所以现在显然 俄乌克兰应该会展开 去年没有展开的夏季大方 今年搞不好真的会展开 所谓的夏季的大反攻 好那于是他们就开始 策划了一个动作 他们召集了约莫一千多人 他们就沿着这个 E38的公路开始往前推进 那目前一直 因为在乌克兰境内 他们都OK E38公路 然后打进去了 这个苏甲这个地方 就苏甲为什么打进去 非常重要呢 因为苏甲是当地非常重要的 一个天然气的公司 天然气的 所谓吵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打进去 他们吓了一跳 吓了一跳之后 那他们做什么动作吗 他们就开始埋伏在这附近 他们想说你们会有 大量的部队来 结果没想到 他们就在埋伏的时候 把你们陆陆续续干掉 干掉之后呢 我再继续往前推进到库斯克 再用这样的方式 而且他们在中间 你知道俄罗斯不是没有准备 俄罗斯在这个地方 有非常多的碉堡 非常多的这个所谓据点 结果没想到 他们一直一开始 就先把你们两个据点 端掉之后 你目前为止 任何部队都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呢 他们现在就变成一个 后防空虚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最近觉得奇怪 为什么车程部队 会跑那么快 原来我在苏甲这个地方 围点打圆 你任何援助的部队 我就把你干掉 干掉之后 你快速往前冲 打的整个车程部队 还有这边的守卫军 完全措手不及 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先把你围住 围住之后来 假装撤退 撤退之后呢 有非常多无人机过来 你要来支援的时候 我就把你的这个坦克车 把你炸掉 所以等于是 他们现在战法是获得成功 而且现在共同步是什么呢 他们现在乌克兰的目标 是要继续往库斯克北边前进 他们要占领当地 这个当地一个 非常重要的核能发电厂 还要往前走 对 为什么 因为核能发电厂 当地有非常多 他们传言说是可能 俄罗斯的武器都在那里面 他们现在占领这个地方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对普丁来说 那我到底要不要资源 现在普丁呢 他现在没办法 他现在要从前线 听说他要掉 一万名的官兵回来 但是问题是 你要能够守得住 要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内 才看得到 所以那你已经不知道说 他们的军队 能够推进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这个在北边的战事来说 让俄罗斯真的 完全惊慌失措的一个局面 那我们就讲了 之前俄罗斯的前 参谱首长格拉西莫夫 被这个普丁对的 这样讲的完全哑口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今天要证明说 我们现在已经 阻挡了乌克兰的攻势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反击 导播一下画面 他现在这个反击不讲还好 他现在把这个画面公布出来 在俄罗斯境内 反而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你现在讲 这些战场在哪里 这些战场就在俄罗斯 你现在发动这么多的攻击 你现在发动这么多的部队 在俄罗斯境内 那不代表 现在乌克兰已经深入激进了吗 没错 格拉西莫夫 虽然被普丁定 但是说 没有 我们已经把敌人都退去了 他们都一回去了 你看我们国防部 就公布一些影片给大家看 就公布影片 他们就说 我们炸掉 你看他们炸掉 他们的坦克车 然后炸掉他们的 他们的相当的装甲武器 可是宝姐 这个位置在哪里 在苏甲镇这个地方 已经是在俄罗斯境内 打进来了 所以显现 你公布这个照片 证实他们是真的打进来了 而且你没有防住 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国土里面 难怪俄罗斯人吓死了 你说在边境已经把他退去 没有 他们已经打进来了 然后他们紧接下来 公布另外一个画面 就说你看 我们这个抓到了乌克兰的坦克车 一直一个一个跟我们摧毁 结果没想到 宝姐他们后来 解释是什么呢 因为这两样坦克车 是T62的俄罗斯坦克 所以这个影片是乌克兰的影片 他们还误用了乌克兰的影片 所以显现他们这些影片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都不知道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证实一件事是 俄罗斯的官方证实一件事是 乌克兰真的打到俄罗斯的境内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了 乌克兰的这个进攻 是已经有准备的 他们在进攻的时候 刚刚讲已经投入刚刚讲的 我不是有一千个人进去吗 我有一千个部队 然后每一个人 他我刚好配备一千架无人机 对 没错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我们就讲 他们一千个人 然后配备一架无人机 所以有一千架 然后还有这个四个旅 还有一个炮兵 这个协同部队一起作战 然后紧接下又有后备部队 那要因为当时的前面 前面来说 他们端掉两个据点 一个据点一个据点 都有大概约莫三个团 还有两个营 左右的兵力 所以他们等于是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用优势兵力 端掉一个 然后再端掉一个之后 然后再往前进 这样一个方式 那当然俄罗斯 只能穿在蛋 所以你看 目前为止来说 你看这个车臣的这个指挥官 我们不是说 他们前线有车臣指挥官吗 他说什么 我们有在前线啊 但是敌人的太奸诈 我们无能为力 也就是说他被骗了 被骗了之后 无能为力 他只能往后跑 因为这个 他们重要的防线 已经被突破了 所以那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乌克兰可能会支援 越来越多部队 既然打进去的话 那当然就越来越多部队 往前进啊 所以这个前进的步伐 有可能在未来几天 还会继续往前 推进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个资料 我还讲到 我才知道无人机 现在的运用有多么重要 刚刚讲 一千个人部队进去 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一千个人 派了一千个无人机 代表每个人 都可以控制一架无人机 无人机进去了以后 你的战场管理 你的征收 我们讲工防收紧间 你的兼兵你的 这个所谓的征收 完全都由无人机来负责了 所以宝洁 为什么这次乌克兰 能够突起那么顺利 或许他们也在实验 一种新的战术 就是大量的无人机 跟大量的地面部队 用这样来协同作战的方式 看能怎么样来打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作战 我觉得也值得 大家来好好参考 另外就是格拉西莫夫 那现在俄罗斯媒体 已经开始 有人指责格拉西莫夫 在搞什么 对 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 之前就已经有给你清报 就说好像有人 在这个俄罗斯的乌克兰边境集结 但是格拉西莫夫 不以为意没有关系 这个小打响 不可能会怎么样 就没有要去进来了 这进来的话 目前怎么办 现在库斯科的民众 他们现在就开始 有很多画面 你看库斯科的民众开始 你看他们的俄罗斯的兵团 被人家这个殲灭之后 熊熊火焰就这样派出来 对 库斯科 还有很多民众 现在准备要离开 然后这个当地来说 很多加油站 都已经挤满了人 大家都想要离开 这个战火的这个地方 就没有要搞到最后 真的证实什么 乌克兰军队真的打进来 而且现在让俄罗斯 最头痛的是 到底你的目标是库斯科 还是你的目标是 南边的克里米亚 这个普丁大概也没办法 摸清楚 好 宇雪 我们这边讲说 现在整个1000个部队 进到了库斯科 进到库斯科以后 占领了350平方公里 而且刚刚讲到 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本来以为说 你只是乌东地区 你要把乌东地区 库斯科这个地方的交通 要重镇 你的后勤资源 把你给去除掉 可是没有想到 今天出来的消息是 我在半夜 我半夜夜袭贺收 甚至原来承受压力最大 居然在克里米亚 而且克里米亚这边的 SAM300 SAM400的防空飞弹群 几乎都被消灭了 不止如此 他们的所谓的飞机的机队 已经有三分之二跑掉 更不用讲 这里的黑海部队 已经名存实亡 本来刚刚你把所有的战况 拆开来看 你就搞不清楚说 乌克兰它到底真正的标的 到底是什么到底是要往库斯克内部去深入 还是要去打克里米亚 其实这是一招我们讲 象棋里面最绝的叫做将军抽军 将军抽军 我请问一下打库斯克真正的目标 请问下到底是库斯克还是别的地方 不是喔 因为当他今天这22的这个基步旅呢 冲到库斯克之后 他在下一步他可以去占领什么 他的电厂 当他占领他的电厂之后 他可以长期做一个居地 而离库斯克最近的 保德哥被这个质押做的你知道什么吗 莫斯科 对嘛 所以这才是这个重点 当他打到库斯克 如果他发动全面占领的话 莫斯科这边会有为之震撼 等于说普丁绝对会瑟瑟发抖 所以你仔细看 为什么那时候普丁非常的生气 甚至敲桌子 因为威胁到他本人了 对 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嘛 再来库斯克他前进的是什么 22的是我们讲基步旅 但你以为是22基步旅不是 保德哥你知道他什么吗 他是整个旅情操而出 所以很多专家在看说这个太异常了 因为你等于是把整个旅的兵力 对 重装 全部的火力 all in到库斯克的地方 不寻常嘛 你all in在这边 而且后方还有没有其他部队 有喔 包括72旅 以及80旅 这些三个部队 都在后面带兵而动 所以昨天大家以为说 你只是袭扰破坏 你只是小打小闹 因为以乌克兰我们再讲 你的那个人力 包括你的部队 你是不可能长期在俄罗斯占领的 结果他还是派了大量的军员进来了 对 所以这叫什么将军 我跟谁将军 我跟普丁将军说 你要不要来顾库斯克 你如果不顾库斯克的话 我可能600里长驱直路 就直接可以打到莫斯科郊外 所以与此同时各位 你如果只看这个的话 你会想说 难不成他们真的要写任普丁吗 当然不是 这个叫将军 那抽居是哪里 抽居就在于克里米亚 以及赫尔松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讲 克里米亚很危险了 当然因为克里米亚 你知道他有什么重点吗 以前为什么他可以维持他的铜枪铁壁 第一他有黑海间的做保物 再来他有萨姆400 再来他有最庞大的我们讲 高达300架的空军 全部都蔚在那边 但请问一下宝典哥 现在还有 没了吗 对嘛 你各位你仔细看喔 克里米亚现在全面被轰炸 包括弹药户 包括他的机场 我们就讲第一 他们现在也透过说 包括什么海王星飞弹 包括所谓的无人机 全面轰炸 各位你仔细看那画面 弹药户被炸的全部都是一塌糊涂 这都是克里米亚 对 这么惨 对那这时候有个问题来了 以前为什么海王星飞弹打不进去 以前为什么没有办法无人机长驱植入 因为以前克里米亚有非常 我们讲的优秀的空房 包括萨姆400系统 萨姆300系统 布置的很严密嘛 而且这里我才知道 原来这里有这么多的空军基地 对那现在就是说 你现在才知道乌克兰的大目标是什么 为什么他一直要派一些无人机 派一些自杀无人潜艇 前去不断的骚扰 包括贝尔贝克这次机场 都遭到轰炸 理由很简单 他就是要把你周围的 我们讲的原本的防控计设备 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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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卸下来 卸下来之后 你防控设备也没了 然后呢你的黑海舰队 请问一下各位现在还有吗 不见了 名存实亡嘛 他本来在这个地方是非常 他的赛返港 是非常重要的黑海舰队的基地 现在糟糕那坨咧 糟糕那坨只有一个理由 如果说我待在这边是安全的 我当然会待 如果我待在这边是危险的 我当然赶快拔腿就跑嘛 因为现在他们最可怕的是什么 克里米亚因为它是一个孤岛 孤岛我们讲 在战争里面的形态来讲 最好打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连外后勤补给非常薄弱 而且只有一条道路 只有一条铁路 一工难受 对所以原本他们最重要的依靠呢 就是这个赛返港的 我们讲黑海舰队 但当黑海舰队这边呢 已经没有办法再防卫 当面对领空来的 这个我们讲来犯呢 他没有办法再防守的时候 克里米亚就变成了乌克兰 拓手可得之物 这才是他真正想要占领的原因嘛 难怪泽伦斯基现在至得意满讲 我要让普丁长长 战争的滋味 对所以你仔细看喔 他不只是打克里米亚而已 他甚至我们讲了 他后方呢 我们讲俄罗斯的境内 都遭到轰击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的境内 他透过去打你后方的援助 他最主要目标是什么 因为你看喔 比如说这边 萨姆斯白先遭到轰炸 甚至是我们讲了 他们讲参文部算说 目前他整个飞机呢 已经损失了363架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根本不能再承受额外的损失 所以你知道他做什么动作吗 他直接把克里米亚这边 黑海舰队附近的空军基地 撤了三分之二的飞机 撤三分之二 对是战力保存吗 因为他原本大概260架 然后现在说说说说 说到不到90架 那当然有些是被乌克兰的 我们讲摧毁掉 但大部分是他们直接调回国内 而且他说他现在有很多的机场 一架飞机都没了 对 他其中有两到三个 其中有两个机场 完全是空的了 等于说他们只集中在 我们讲可以保存的地方 老林哥你知道为什么说 他这边会完全是空的吗 我守不住我刚刚放在这边 你等下无人机来又把我炸掉 我又守不住你 我机枪就打不到你 我又没有防控设备 我不是变成 如果放在这两个机场变成什么 变成你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火把吗 变成你风暴自营的火把吗 我怎么可能摆在这边 而且我如果摆在那边 剩下可以防卫的 防卫也不强 所以大部分的都撤回去 再来有个至关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F16 F16来了 请问一下如果F16来了 第一个你空右眼没了 对不对 我AM120随便就把你空中的目标打掉 再来你如果停在那边 地面部队我也可以对你倾脚 所以对来讲我根本得不偿失 与其在这边跟你硬碰硬 我不如赶快让杠回家去 把我的重要的飞机先撤回去保存 而且导伯我们现在看到 接下来的画面 这个东西是非常精准 这个非常精彩是 你简直是由美国特种部队 像美国海报部队 进行夜袭 在整个漆黑的夜晚 在水面进攻赫尔松 保里哥我们讲战争的时候 最害怕什么 就是那种漆黑夜黑风高 有水鬼摸进来 突然间把你这边炸那边炸 完全搞不清楚 各位 这真的是夜黑风高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讲的 去攻击后的时候 乌克兰的这种部队 所以你看他们是趁着夜袭的时候 而且他们去打击什么 打击你的装甲师 打击你的装甲部队 所以他不只是这样 当他潜去之后 还通过轰炸 通过无人机等方式 你知道最后造成什么结果吗 包括我们的两机车 包括我们的NTLB 全部都造成重创 而且最可怕是什么 被炸完之后 然后吓死了 然后赶快晚上醒来 然后到底是谁炸完之后 摸了就走 摸了就跑 所以人家不知 碰到水鬼了 对 他就是水鬼嘛 战争最怕的 摸到水鬼 跟他打一千里 也不知道人在队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 他不只是打击赫尔松这个地方 因为我再强调一次 他其实目标是克里米亚 但他故意借由赫尔松这种骚扰 甚至他打到哪里 境内哦 沃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 这个很难编 这是都跑到里面去 他刻意去炸俄罗斯的境内 他们想说 没有啦 只是无人机轰炸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画面 我们直接看他现场那个机场 爆炸画面 哎 曹雪哥 无人机可以炸成这样子吗 当然不行 还训装语装 说不是嘛 所以你知道是什么吗 F16来了 F16来了 F16登场了 F16直接炸给你看 所以你想想看 你若是俄罗斯 现在多处都我们讲的 战况到处四起 焦头烂尔 所以变的是克里米亚 恐怕想守也很难守住 好 刚才讲的 表面上看起来是 乌克兰进行了攻击 现在已经进到了 第一个进到库斯克 现在我也对克里米亚 跟赫尔松进行攻击 可是你说不是 像你过去 你过去也去注意国际政治 你说关键在美国 是美国开绿灯 美国帮他训练好了 美国把所有东西 美国才是背后真正的淫无者 曹雪哥 因为最近大家关心台湾的事情 这个比较没有在看 但我跟大家讲 你上网去查 在今年的5月30号的时候 路透社有一个独家报导 他说美国总统 当时还是拜登 还没有退选 他打算要对乌克兰开绿灯 在过去这两年当中 美国所提供所有的 包含海马斯火箭炮 等等这些武器 都有一个条件就是 你不能打到俄罗斯的境内 你可以把俄罗斯在两年多前 入侵乌克兰的军队赶回去 你打圣战 你保卫你国家都可以 但你不能去打乌克兰 你不能去打俄罗斯 所以这个禁令 是一个不成功的规定 一直都没有被解开 所以过去 你看到乌克兰在什么样 就是在这个乌东打来打去 所以吃钱都在哈尔科夫 那包启哥你要知道 从哈尔科夫这个地方 5月底都传出 哈尔科夫的俄军打回去 你可以使用美国的武器 包启哥你看哈尔科夫在这里 哈尔科夫是乌克兰东北边 这个哈尔科夫最下面的地方 可是跨过了国界以后 往上走就到库斯克 这已经是俄罗斯境内了 这个地方是哈尔科夫 那一开始5月底的时候 包启哥我要讲 他的逻辑是这样来的 5月底的时候 路透社讲说 开放这个乌克兰 使用这个美国的武器 打这个哈尔科夫 把他打回去以后 可以打到边境里面 但是他没有想到哪里 所以就打到比尔格罗德了 对 那现在目前不是 包启哥今天最新的状况 是已经打进库斯克了 而且还有影片 那顾斯克再往北走 当然那个莫斯科 还有很远的距离 但你要知道两件事情 第一个 五角大厦 为了这件事情 今天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来包启哥你看 他开了记者会 萨比尼娜他的这个新闻秘书 他接受媒体的提问 媒体再次跟他确认 所以包含 美国所提供乌克兰的武器 确实可以打进俄罗斯吗 这个部分我们要做确认 结果没想到 萨比尼娜回答 他说 Yes 我刚刚已经讲了 所有你对于拒绝入侵 反击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行动 美国的武器 他可以打到所有 他能打到的地方 所以他同意 乌克兰可以使用美国的武器 打俄罗斯 那现在确实也是打进去了 第二个 那长城武器可不可以直接打莫斯科 他说我们不希望用长城武器 所以现在除了莫斯科之外 等于全部的地方都可以打 那我这样我不打莫斯科 那我一直推进呢 现在据称是1000个乌克兰的士兵就进去 他讲说1000个很简单 这个克鲁文宁公也发行 我们已经见面260个了 所以还有740个 但问题是 现在乌克兰他不断发布影片 刚刚最新发布的影片 观众朋友看一下 他说我们才一推进到 这个库斯科的时候 这个俄罗斯的士兵马上就投降 整批的士兵马上就不打 而且他们的装备你看起来 有没有就这样啊 这都是投降的 对这个是乌克兰公共的影片 说我们一打进库斯科的时候 他们根本不反抗 所以我们开始要往前推了 那你今天库斯科 如果你打到库斯科那个城镇的话 是100公里 那现在目前了解到 大概已经推进 乌克兰说我们已经推进10公里了 那他要推进多少 那重点在于这里 我觉得从2022年2月24号那一天 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 那哲伦斯医讲什么 如果是讲这个台语的话 反击俄罗斯攻入库斯科 我要让你知道我的感觉 因为两年前你打进来 对 所以保健哥这叫反击嘛 反击是以前是你打我 现在是我打你 以前是你跨过了国界 打到乌克兰 现在呢 乌克兰要大反攻 我要跨过国界打进俄罗斯 而过去这个事情 是被美国限制的 没想到就在今年的5月底 特别到6月的时候 美国政府已经完全开放 你这样打 那如果是这样打的话 乌克兰只是第一站 莫斯科不能打长城武器 可是你慢慢往前推断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目前还不知道 好 瑞德 刚刚讲是 1000个乌克兰士兵 刚好配备了1000个无人机 而且你现在在乌克兰战场里面 刚刚讲你用的无人机 你用的F-16 你现在用的刺针飞弹 标枪飞弹 还有你今天用的这个火箭 火箭这个长城武器 不是都跟台湾一样吗 老杰你知道 那么这几天 乌克兰打进去库斯科 这代表什么意义你知道吗 代表什么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到现在 俄罗斯的领土 第一次被 另外一个国家的正规军打进去 对耶 你知道吗 因为之前都是俄罗斯 比较反俄罗斯的 然后亲乌克兰的 这些民兵小规模的 这个等于要稀疗破坏 这次不是 这次是直接打进去 目前乌克兰公布有四个旅 四个旅正规军 那么直接一开始的时候 是搭配11辆的坦克 还有20几辆美国跟德国 所提供的装甲车 进去 乌克兰都没想到 会那么容易得手 他没有想到 我讲坦白 他真的没有想到 所以现在你知道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第一次正规军 攻打进去俄罗斯之后 你知道这三四天 他得到了什么战果 他已经把占领 乌克兰已经占领了俄罗斯 350平方公里的土地 俄罗斯对普丁来讲 这是起始大辱 为什么 这两年半以来 那么只有乌克兰的老百姓 在逃难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现在 竟然有数以好几千计的 这个的库斯克附近的老百姓 他们在逃难 然后加油站挤满了 挤爆了加油的人 那全部在逃难 然后这个乌克兰 这一点我们要学 要学乌克兰的心战中心 心战中心故意把俄罗斯 几十名部队投降趴在地上 全部作为他们的宣传的影片 根本不战 我不打了 我投降 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不打了吗 为什么不打了 因为他们的人 原来 他们的守卫军 原来少于乌克兰 他们知道我打不赢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所以我刚才投降 我底下投降 我就全部趴着 而且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 没有什么那么容易得手 所以虽然俄罗斯说 我们已经见面了 一千个里面的六百个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乌克兰还源源不断 一直在增援 这个如果在孙子兵华里面 叫做唯卫救兆 为什么 因为过去两个月以来 事实上 他们俄罗斯一直攻倒 往乌克兰 一直把去年 几乎把去年夏季乌克兰 反攻的那个土地 几乎都被他拿走了 打无头 所以他现在直接 我打你本土 打你本土以后 我就直接攻进去 本来以为他攻进去以后 就会退 对不对 他没有退 没有退 他后面还源源不断进去 而且现在坦克越来越多 坦克跟装甲车越来越多 然后海马斯火箭弹 开始丢 开始炸 我告诉各位 现在这场战争到这个地步 对不对 对我们台湾影响非常大 为什么呢 他的海马斯火箭弹 就是美国要卖我们的 然后他的F-16 还是比我们的F-16V 比较低阶的F-16AB 他的飞机进去了 然后紧接而来 他们所用的赤震飞弹 所用的标枪飞弹 都是我们跟美国买的相关的近距离的飞弹嘛 反坦克跟防空嘛 还有无人机 还有无人机也战术都是一样 而我们唯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自己买 然后呢 源源不断的 我们有的东西比他们有的更多 我们的飞弹的数目比他们更多 所以呢 我们的国防部跟参谋本部都在看 乌克兰是如何使用这些武器在这个战场里面 然后他们要突袭成功 因为太轻敌 因为这个情报事实上早在几天之前啊 俄罗斯的参谋总统就拿到 拿到根本没有 连普丁都没给他回报 那没回报以后 他想说你哪敢 你哪敢这样打过来 就打过来以后 发现没有抵抗 就一直往孤军深入那一步段的深入 深入了以后 他现在目标有两个 一个是天然气的中继站 就是俄罗斯要输往中欧的天然气的中继站 我如果把他拿下 那我问你嘛 你这些天然气是不是我把咽喉掐住 另外一个是核能发电厂 他不会把核能发电厂给炸了 但是当时你不是把杂波罗热的核能发电厂 拿下来那种感觉俄罗斯你现在知道了吗 所以事上告诉各位 美国在问这个事情都装傻 我们不知道 事先不知道 但能不能用 可以 你知道为什么美国这样做吗 因为美国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违未就造 不要忘了 伊朗集结大军说要打以色列 说如果美国拦截伊朗的飞弹跟攻击制造轮机 就攻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那个时候呢 如果让俄罗斯的老大哥疲于奔命 然后挤入若干热锅蚂蚁的话 对美国来讲一石二鸟 这时候当然故意装傻了 走 我们之前讲说F16进到了乌克兰战场的时候 我们觉得你够厉害对不对 F16如果进去的话 那制空权不就已经被乌克兰跟北约掌握了吗 对 就没有想到新加坡的光部长讲 原来F35早就进去了 原来整个战场的管理 整个战场的管控 都已经有F35来负责了 而且目前为止来说 联军可以说是完全不演了 不演了 他把过去呢 我们都说乌克兰的空军 还有乌克兰的武力怎么那么厉害呢 几乎把俄罗斯的空军完全端掉 现在直接告诉你两件事 第一个 华尔街日报就跟你讲 美国将为乌克兰的 目前有的F16战机 配备美国现在最先进的武器 我就直接给你了 所以我不是说我F16给你 我还帮你配备我的飞行员 不但是F16给你 我的飞行员给你 刚刚讲你的飞带也是最好的 我是最先进的 我都给你了 所以美国不演了 另外一个盟军 还有这个新加坡的国防部长说什么 他说我们在 他说目前为止F35人 已经在周边 为这个盟军提供什么 提供如果你有飞弹 从这个俄罗斯的飞弹 从乌克兰的地面上发射出去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些讯息 而且马上就分享给所谓北约盟军 那你可以解释 为什么我们很多这个俄罗斯的 他们在这边的地面的武器 地面的这个发射系统 为什么会被端掉 原来就是F35在这个地方 你告诉他了嘛 那还可以解释什么 为什么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动辄可以飞到莫斯科去炸你 然后可以飞到这个别尔哥罗德 各个地方去炸你 然后飞到这个俄罗斯南部的这个烈油草去炸 甚至这几天还创了一个记录 保险他说 这个乌克兰飞了1800公里 到了北极圈的奥莱尼亚机场 他给你轰掉 图三图二三的这个轰炸机 把图二三都给炸掉了 那你这怎么解释 原来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嘛 第一个 F16老早就在这里面作战 第二个是什么 F35提供你相关的资讯嘛 所以也就是说 目前为止来说话 随着F16进来 然后F35在这边当成 当成这个所谓的相关的作战的指挥平台来说 你俄罗斯当然完全就不是对手的一个局面了 而且之前我们都讲的 F35是一个隐形战机 它是隐形战机已经非常厉害了 隐形战机来物影去物中 它可以作为一个开门者 它闯进敌方的领域里面 你完全不知道 然后我可以透过这个坐标 通知我后面的这个战机 将你的眼睛耳朵给打瞎 就现在如果你在恶物战场上面来的话 它扮演的角色更加可怕 第一个 我是一个最好的空中作战平台 第二个就是 我居然有预形机的功能 刚刚讲 你不管是你的这个苏凯34 苏凯35 或者是你的图22 你只要有任何的起飞 甚至你的导弹 任何的起飞 你起飞的位置 你的坐标 我可以马上掌握 马上掌握以后 我可以马上进入 进入以后 我就分享给我所有的盟友 没错 所有 它变成一个最好的战场管理的飞机 没错 宝杰提到说 F35是个最好的 做战场管理的飞机 我们从这个事件 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反正这几天的时候 宝杰你知道吗 这个27号的时候 乌克兰当天 他们说他们出动 约莫数架的无人机 然后从乌克兰边境 飞到 你看这么远的距离 飞到俄罗斯北极圈里面的 这个基地 它一共飞了1800公里 好 他们飞了这个千里之后 把这个在机场面 涂22的战略轰炸机 把它炸毁了一个状况 保险 你想怎么有可能 飞这么远 飞了1800公里 难道你都不会遇到什么飞机 然后什么拦截你吗 对 可以解释性 然后乌克兰还说什么 不是 而且 透过1800公里 1800公里之外 对 你还可以遥控 还可以精准打击 那好 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呢 乌克兰说什么 我们是发展出所谓 可以媲美战斧飞弹 相媲美的冤城 神风特攻队打到那个地方 保险你相信吗 不相信 当然不相信 没有人相信 所以现在证实什么 如果F35在这个地方的话 很简单 F35就直接给你目标 你可能在什么地方 有一些相关的防空设备 你都完全避开 所以他为什么可以 签你奔袭 做空中导印 对 为什么可以签你奔袭到那个地方 然后我炸掉你的时候 你完全不知道 因为就已经有人给你指点名录 你要怎么飞过去 所以这显见 F35绝对有在这个地方 帮助乌克兰的无人机 在进行一个攻击的状态 因为他进来这个地方 他其实已经配备在 约莫在波兰 还有罗马尼亚这个地方 也就都在乌克兰的边界里面 虽然我没有进到乌克兰 可是我就算在边界 我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他们在开打的时候 他们有388连队 还有空军预备役的第419的连队 他们两个都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就是有编制F35A 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是部署在这个德国基地 然后必要的时候 他可以飞到波兰 飞到这个罗马尼亚这个地方 也就是靠近乌克兰的境内 然后他就说我们从来没有 飞越过任何的边界 就没有飞越过到乌克兰领土里面 然后他说他们也没有进行过所谓 发射轰炸空 都没有 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什么 收集情报 那怎么收集情报 他说我们只要飞到这附近来说的话 在乌克兰境内 或是在靠近乌克兰的俄罗斯境内 你只要有飞弹发射出去 我们第一个时间 就可以侦测到这个点 譬如说这个点发射出飞 这些点发出飞弹 我们的F35就可以侦测 先把这些标地完全都标住了 标住之后确定 如果这个地方是不会移动的 我以后就再去攻击你 如果你是会移动的 我就再看看你的 下一个位置在哪里 我可以侦测 因为你已经发射出你的目标 我已经知道你这个目标是什么东西 你现在是再一样的时候 我就知道是你在这个位置 我就把你打掉 所以这就可以为什么了解说 为什么乌克兰俄罗斯的SAM-300 SAM-400 一个一个被断掉 因为他就讲 原来非常清楚是 F35已经可以飞上清楚 你只要SAM-300 SAM-400有任何的异动 你有任何的动作 我马上可以侦测到 所以你SAM-300跟SAM-400的阵地 我完全辽弱之杖 但有一个是说我要不懂 是说 他说F35的标准配备 是ANAPG的81 他说这个雷达 有1676个生化甲的发射接收模组 他说这个主控相对雷达 一直是美国的最高机密 没错 这个到底多厉害 宝洁你知道 他们也就是说 你只要发射出一次 我就侦测到你 好那这个就是他们有所谓 配备的这个ANAPG的 这个81的雷达 这款雷达里面最特别的是什么 他就是说 有1676个生化甲的发射模组 什么叫生化甲发射模组 我们的手机里面也需要 生化甲的发射模组 就是我把讯号放大出去之后 知道他这样之后 然后反射回来 我可以知道这些相关的讯息 我生化甲的模组越多的时候 我的发射能力跟接收能力越强 我侦测到的能力越强 那1600多个很多吗 非常强的一个 而且这个技术我就讲 美国是绝对不会外露给任何国家 任何国家完全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这就是美国的最高机密 它配备在这上面 所以为什么F35的雷达那么的强 没有人能够比得上 难怪说生化甲全对不得给中国 对那些是国防机密的一个状况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难怪我们可以解释 为什么目前会只能说 你看俄罗斯什么苏34 苏35 然后图伊伊尔22的电战机 还有之前 这个乌克兰不是用一个 爱国者飞弹击落的A50的运行机 再想说你怎么那么厉害 你可以击落A50 爱国者飞弹击落 到底什么意思呢 简单了嘛 那就是因为 这个F35已经标定目标给你看了嘛 那好 也难怪说前阵刚刚讲的 14天的时间里面 俄罗斯摔了15架的飞机 现在机密解读是 这15架的飞机 刚刚讲的包括苏34 苏35 包括它的A50的预警机 都已经被F35锁定了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F35除了我们刚才讲到 它的雷达非常厉害 标准雷达非常厉害 还有一个非常厉害是它整体的这个电站系统 保险它整个电站系统 它是一台飞机全部都是电站系统 它这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英国备宜系统开发的 ASQ-239的这个电站系统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这上面全部都是它的感知器 它感知器是全部它可以 它全身 就这个 对 全部都感知器 全部都可以 它全部都可以接收雷达的任何的坡 也就是说它飞出去的时候 因为它可以飞的距离非常远嘛 F35A可以飞1080公里 然后F35B是869 然后F35C是1138 它飞到 譬如说它飞到我要这个侦测的这个范围之内 你发现不到我 但是你不知道我在哪里 但是你会可能在 你们在互相攻击嘛 互相攻击的时候 你会有发射出一些雷达讯号 对 雷达讯号 它不会主动发出雷达讯号 它就是飞到那个地方去 接收所有的雷达讯号 所以为什么你没有发现它 因为它不会发射任何的讯号 对 我是被动的 但是它可以接收到非常多讯号之后 然后你看 这个它很神秘 它里面还加入一个叫做零式系统 什么零式系统 它在这个飞机里面加入一个什么东西 保险你知道吗 很有意思 我举个例子 你的飞机员在飞 因为它飞行员来说 是一个透明的飞行舱 对 你会突然震动一下 然后它就跟你说 这是什么东西来了 所以你飞行员是 它会提醒你 对 你是被动知道 原来这个 有东西来了 对 好 那这个东西要不要重要呢 它重要的话我就把它发射出去 譬如说我给同样的战场上面的人 所以它是这样子 它不是一直在看那些什么 什么很多东西 没有 它就是它感觉到了之后 然后它就有一个零式系统 就会跟你讲 现在有事情 你看这个讯息 然后它就知道 原来是这样 好 它就可以开始 做任何它想要做的这个动作 而且更可怕的是刚刚讲的F35 它的整个巡视范围 是 是360度无视觉 而且它现在还做一个东西 它现在还弄一个新的版本 这个版本叫做这个联网的这个狙击 狙击的这个吊舱 它这个新版是怎样 它就是在吊挂在下面之后 因为其实联网功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我要有能够跟互相连接 虽然我这个店家 有这个所谓联网夹舱之后 保证 它这个可以跟目前为止 所有美军的系统完全连接在一起 甚至可以跟F16连接在一起 也就是说 我刚才不是讲到 我飞到这个敌军的这个境内 这个所谓的零式系统通知我 有这个讯息 好我这个讯息 我再用这个电站夹舱来 把它发射出去 我可以跟F16互相分享 可以跟地面武器分享之后 然后由你来攻击他们这个这些 所以它为什么会变成是一个 最强大的这个所谓的电站机 其实是因为它有非常强大的电站系统 那边的电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